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蛋花酒酿小圆子 先来做酒酿 只需要这些糯米和上海酒饼 最好用这种圆糯米 它出来的形状比较好看 用凉水来泡它 泡大概6到8个小时 泡好了以后它就这样圆鼓鼓的 咱们把水给沥干 然后上蒸锅 给它码平 上面糟几个眼 这样更均匀 蒸出来的米比煮出来的米的形状会更好看 大火20分钟 20分钟 咱们这种米就蒸好了 先把它摊开 放凉 但别完全凉了 大概有你的体温那么热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来准备做酒酿的水 这么多的量 一个酒饼就够了 这些容器一定都要用热水给它烫过 然后晾干 先给它凿成面 然后用凉白开水给它泡上 这时候咱们这个米也放凉了 然后把这个酒酿水倒进去融合好了 留一点点最后放在这个罐子的顶头上就可以了 全部都放好了以后 我们中间给它掏一个洞 用筷子就可以了 等你酒酿好的时候 那个洞里的水就会冒出来了 看到咱们这粒粒饱满的米 同时也挺单的现在 现在咱们来看看第二天 我这儿的室温大概是70多度 第二天它的底部就已经开始有水了 这就是一个好的罩头 第三天 下面的水很多了 给它晃一晃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了 随时吃 现在我们来做点糯米小圆子 这里有半杯的糯米粉 四分之一杯的清水 这是一个2比1的比例 量比较少 所以就下手给它和一和就可以了 揉成团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它搓成一个小长条 然后把它切成一种小圆子 可以稍微整理整理 只要不粘就行了 我们把一个鸡蛋蛋清和蛋白给它分开 哇 还是个双黄蛋 如果你不是很讲究的话 用全蛋也可以 这就是咱们的蛋清了 水里放一点枸杞 然后把咱们这小圆子放进去 一边放一边给它和一和 别让它粘底 都浮起来以后就差不多了 打开咱们这个酒酿 哇 酒香满满呢 咱们来看一看 往下一压 水就很多了 咱们这个酒酿做得非常成功 先来尝一口凉的 哇 没得说了 先把蛋清打进去 然后放咱们这个酒酿 多少按照你自己的随意了 最后来点蜜 因为咱们没有桂花了 用蜜来代替 再一开就可以了 赶紧盛出来 等不及了 赶紧来尝一尝 我爸妈说我从小就爱喝酒酿 有人都管我叫 烙糟大王 哇 这一口下去真香啊 这从小养成的口味 真是跟一辈子 这一口一口的就停不下了 非常容易做的酒酿 淡花 小园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